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百分百 我是輪源頭顧王信杰 我想在整個外資的一個年底的結帳賣壓 逐漸接近一個尾聲的一個情況之下 加上之前跌聲的發炎瓶蓋股 或者一些光學股的一個跌聲反彈 的帶動 今天大盤加權指數是上漲的 大概上漲的37點 稍在10504點這附近 針對整個大盤加權指數的看法 我想我沒有做任何改變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沒有改變 之前在這邊10800多點 建議大家保守 帶著所有的信巧社家族成員 以及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們 避開了這一段500多點一個拉回 在低檔區10350上校附近 各位在節目當中 甚至在整個盤中 大家整個粉絲好友裡面提醒大家 這裡短線要做反彈 如預期這裡也反彈上來 那我記得在過去這段時間我講的 台子期會壓在這邊 我就講過就是在這個區間一個相對低檔結算 不管今天是最後收紅收黑結算 但是你今天在10500點 我想也是在整個12月份的一個相對低檔結算 也是在一個相對低檔的結算的動作 好那過去的大盤指數如信巧師所規劃的幾乎是 不管說百分之百 但是至少八九成的一個 準確度的存在 我對整個後續的看法 一樣我沒有改變 我認為短期間 就是10200點到10650的一個區間正當打底 為什麼這種看的原因留在海邊 第一個上游月線跟季線的壓力區 上游月線跟季線的壓力區 下游但是下來有連線的一個支撐 來那導播這邊幫我們帶一下 那連線目前已經來到 10194點這附近 大概明天或後天 連線就會來到10200點 如果我規劃的年底之前大概就可以連線來到10200點之上 所以我的看法沒有改變 大概指數就是在 連線到季線上下附近 一個區間的震盪打底 這叫做打底 區間的震盪打底 所以重點在選股 那震盪打底完 在這個區間震盪打底完 我的看法還是沒有改變 這邊震盪打底完 波都還是往上看 這邊震盪打底完 波都還是往上看 明年第一季 明年第一季過前高 10882 明年第一季過前高10882 一定這邊震盪打底完 明年第一季再拉上去 寫下整個新高 讓滿手空單 讓農卷 絕對讓你強迫回補債 明年三四月 一定讓你強迫回補債 整個波段相對高檔 我指的是指數 一定讓農卷補債 波段的一個相對高檔 我想我的看法到目前為止沒有改變 好那整個這邊的不管大盤加群指數 幾乎如我們所規劃的一模一樣 包含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帶著所有新小社家族成員 大家以及個頭翅膀避開之前 跌幅比較重的 包含這些瓶蓋類股 跌幅都相當的產業 這些股票跌幅都非常的慘重 包含在這些 我想節目就不多談了 以及玉清光 3630的新巨科 3504的 整個陽明光 3362的先進光 3019的亞光 等等這些股票 甚至包含一些車店族群 跌幅都非常慘重 我們之前在大家高檔避開 那我相信 但是除了避開這些股票的風險 我認為不管說 大盤指數竟然這邊要區間打底 但是重點就是折股做多 買什麼股票 就是低檔的明年的獲利成長股 那為什麼這邊要看的是 明年的獲利成長股 因為畢竟今年 已經剩下最後的七個交易日 就已經結束了 這裡要看的絕對不是今年賺多少錢 別忘了股票是在反映未來 不是在反映過去 要看的就是明年的獲利成長性的股票 所以記得在這一波大盤指數 不僅我們帶著大家避開了500多點拉回 甚至也避開了整個這一波 整個光學股 瓶蓋股 車電股的一個大幅修正的沙凡 不僅避開這些股票 我們甚至 在整個低檔區 我講過不奢求買到最低賣到最高 我不喜歡像其他專家 每次什麼股票買的 就從最低點給你劃上去 長得幾十趴 長得幾百 長得幾倍 但是 你次他的家族成員都很清楚知道 你是他會員都知道 他都不是買到最低賣到最高 他可能在中間震盪過程當中 股票潮就被人家洗出場了 然後 只好為了做生意收會員 只好在節目當中 無恥的用吹噓的績效 但是我相信 如果你是信教老師的家族成員 你都可以幫信教師我做見證 我相信如果你是我的信教老師的lice粉絲 和友們 你都可以幫我信教師我做見證 甚至你是信教師忠實觀眾 你都可以幫我做見證 我怎麼帶走家族成員 買得到 做得到 最主要是買得到做得到 最後 也是大家最想要的結果 開開心心的 大賺到 開開心心的大賺到 那這是在11月17號那一天 日期 11月17號 你看喔 在第一檔還沒噴出之前 我說過這是 量縮整理 關錢的打雙腳的關錢的最後一個整理 有沒有講過 這是一個雙 打雙腳的 關錢關後的一個最後整理 之後這檔股票 將往上做個噴出的動作 那我想11月17號那一天 就是在大概一個月前 我們講的這張股票 有沒有機會 在震盪整理接近尾聲 讓信教師的所有家族成員 你來看喔 我這邊講完喔 我這邊講完的時候 來導播這邊稍微放大 如果說講完 隔天直接開漲停板 你買不到 你賺不到 那你真的可以來罵信教師我 你真的可以來罵我都無所謂 但是你看我在這邊講完 提醒你的時候 是不是在這邊 來 這邊再稍微放大 還有兩天的黑棒拉回 有沒有看到 還有兩天的黑棒拉回 讓你都可以跟著信教師的家族成員 在低檔 在整個股價噴出錢的 向上噴出七成之前 都可以匆匆的布局動作 因為這檔 標的 我想我在整個 11月17號 日期都在這邊 有送給所有 信教師帶著粉絲好友們 相信目前大概有 9700多個 信教師帶著粉絲好友們 不僅說可以幫我做見證 因為我覺得做見證還不夠 因為我覺得個頭說 竟然加入信教師帶著粉絲好友們 我真的都恭喜你 過去這一個月以來 到今天為止大概一個月又三天 這一個月而已 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恭喜所有信教師帶著粉絲好友們 你都可以因為當時 擁有信教師送給你這份 研究報告 買到3645打賣 這一波一個月 股票從低檔大漲大賺七成 那你看從整個低檔 之後震盪整理完的第一根漲停板 之後的第二根漲停板 我給你公開 我公開的時候在50幾塊 那我講過了 這一定這是 我覺得這是合理的啦 所謂的使用者付費 我帶著我家族成員在佈局 總是拉個兩根漲停板 20幾% 拉開所有信教師的家族成員成本 我在節目當中公開 我覺得這是合理了吧 畢竟是使用者付費嘛 因為如果相信如果你是信教師的家族成員 你總不希望我在這邊還沒賞資錢 我就公開的 讓大家都來買吧 對不對 一定是等噴出去再說 好但是你說就算在57塊噴出 你進來買 你跟著我的腳步來買 你能不能還 可不可以賺得到錢 叫做追高嗎 很多人說老是你這邊買達賣 46塊這邊 4647買他會不會是叫做追高 所以我說如果你對於黨股票的基本面 你夠了解 你把握度夠高 你能夠領先市場 那不是等到最近這兩三天 昨天 一些法人的頭顧 凱基頭顧 出了達賣的一個買進報告 你才這邊再去做買進的動作 你可以在40幾塊 引先所有 國內外的法人 在第一檔做個卡位布局的動作 兩根的漲停之後的噴出去 到整個這邊的一個大漲 第三根有沒有看到 4天之內當時拉出的三根漲停板 那我相信我從整個第一檔上來 我幾乎天天提醒大家 PI漲價 PI缺貨擋價大幅提升獲利 你要特別注意 PI在漲價 這是一檔 第一檔上來的 所謂的 產品漲價受惠股 而不是等到現在 你說被動元件已經 今年適度調漲了 很多的華新客已經從120塊漲到100元了 合申堂從3040塊漲到100元了 國際從幾十塊漲到200多300塊的 你再去買被動元件 或是再去買矽晶元 那些股票已經漲幅已經很大了 你看我在挑的 你不覺得都是從底部 底部 整理接近末端 開始 產品漲價 利多開始要發酵 股價開始噴出嗎 三根的漲停 然後我也在這邊告訴你 我們在這邊 獲利出掉一半 大概平均價在這邊 是不是這樣子 40幾%放口袋 那為什麼當初在這邊要獲利出一半 我也講過了嘛 第一個股價短線噴出 短線一定會做震盪 先讓所有新角色家族成員 賺了40幾% 放一半在口袋 這個叫做 利於不敗之地 因為你竟然已經有40幾%放在口袋 你50萬已經賺了20幾萬在口袋 你100萬已經賺了40幾萬在口袋 你500萬已經賺了200萬在口袋 你會發覺就算短線怎麼震 你只要破斷單續報 適合體力就好 沿路的 我想我一路的幫各位投資的追蹤 有沒有像我講的利於不敗之地不管是短線怎麼震 你覺得就抱得住 第四根的漲停板 一根 兩根 三根 第四根的漲停板 短線的震盪 短線震盪 到上個禮拜五 更正上個禮拜 也讓各位投資後看到達邁的第五根的漲停板 對不對 第五根的漲停板讓你看到 那我對他的看法沒有改變 我想這一路過來 相信各位投資後你都很清楚知道 我天天在節目當中跟你分析 分析打賣 我天天在節目當中 跟你追蹤打賣 甚至我天天在整個lite粉絲號又裡面 幫大家追蹤打賣這張股票 那所有性角色家族成員每一個家族成員 我相信你都很清楚 我天天在 家族成員的盤中訊息裡面都告訴你 不要賣不要賣不要賣 報勞報勞報勞 千萬千萬千萬不要被洗掉 你都已經賣一半在口袋 算四十幾%一半在口袋 另外一半你就是報勞 不要嫌股票賺太多 對不對 就算賺錢賺到 讓你手抽筋 這讓你賺到手抽筋 真的讓你賺到 半夜晚上做夢都會笑 甚至 對不對 我認為 你都要把它抱得住 因為如果你能知道他的基本面 對不對 到今天為止 我相信大家看到的 達賣今天 再度漲停板 寫下歷史新高 對不對 從整個46 到今天漲停價 收盤漲停價 78.2 價差已經高達32塊多 等於買一張 你到今天為止可以賺三十幾萬 買10張 你到今天為止可以賺三十幾萬 而且別忘了10張當時不過50萬有漲 買30張你到現在為止 恭喜你賺將近100萬 買50張現在賺150萬 買60張 你現在已經賺的將近要180萬起來 買100張 恭喜你300多萬賺起來 100張當時500萬有找 現在可以賺300多萬 七成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大漲原理由 我相信 不是等到最近這兩天 我剛剛所講的 法人出研究報告 買進報告 才會漲 我相信我在整個之前 你看我剛剛你看到的 K線圖就知道 一路的我幫你都一直跟你講 PI漲價缺貨 明年獲利大幅成長 甚至我在整個上個禮拜六 台北演講會場 我來針對達邁 做的比較詳細一個分享 介紹 那這是一路 過去這一個月時間 可能很多人 因為沒有避開這500多點拉回 在很多的電子股 套牢 甚至停損出場 但是信吉老師我 卻可以帶著我家族成員 卻可以帶著所有 Lighter粉絲好友們 我現在大家有目共睹的看到 因為這一份的研究報告 我是在10月17號 10月17號 日期在這邊 你剛才看到 是在11月17號 噴出了沒 打賣漲7成了沒 漲7成了沒 還沒有 我就把這份資料送給大家 沿路的 我想 我講所有信吉老師的一個 大家的粉絲好友們 我剛才也講的 不僅可以幫信吉老師我做見證 目前有9700多個投資 不僅可以幫我做見證 因為我覺得見證還不夠 我覺得你竟然成為信吉老師的愛死的粉絲好友 我真的恭喜所有信吉老師的粉絲好友 這一波是達賣的最大贏家 達賣最大贏家 你看甚至到昨天 你看這是昨天 12月19號 昨天 盤中 有沒有昨天盤中11點半 我還在告訴所有信吉老師 的一個愛死的粉絲好友們 來 達賣怎麼樣 來看這邊 達賣 整理完第二次買點 請跟緊我們的訊息 請把握 有沒有看到 達賣整理完第二次買點 這是在昨天盤中 信吉老師我再度的 提醒所有信吉老師的愛死的粉絲好友們 所有9700的投資朋友 你都可以 輕輕鬆鬆 然後 跟著信吉老師的家族成員的腳步一樣 買得到 做得到 沒有空氣單 沒有火車單 之後開開心心的賺到 你看昨天提醒第二次買點 今天直接再拉一根漲停板 今天直接再拉一根漲停板 寫下整個波段新高 那我相信 也許過去 等到整個這一波的達賣 也許大漲七成 也許你會聽到 看到很多專家現在在講達賣 來湊熱鬧講達賣 但是我相信其實各位投資朋友 最聰明的你 聰明的你眼睛都是最血亮的 你都是最有智慧的投資朋友們 這一波 市場上 所有專家是不是只有信吉老師我 是從低檔 帶著你買 沿路的 沿路的不管短線的震盪 沒有被洗掉 天天 天天提醒你 暴勞暴勞再暴勞 整個波段到今天為止七成 誰能像信吉老師 我們的家族成員一樣 是完完全全掌握到 我們不是等到最近才下來買 我們也不是這邊買 可能這邊就被洗掉了 我們就是市場上的最大贏家 我相信大家很清楚知道 達賣 這檔股票 一個月 大漲 飆漲七成 所有市場上的 少數的最大贏家 就是信吉老師的 家族成員 就是所有信吉老師的 這9700多個 DIES的粉絲好友們 因為都可以在低檔 當 11月17號 達賣還沒有噴出之前 都可以 跟著信吉老師的腳步 賺到這一波的大錢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所以如果到今天為止 你還不是信吉老師的 DIES的粉絲好友們 我覺得 你應該趕快加入了吧 因為過了這個 這個村 應該就可能沒有下個店了 對不對 不要每天只是在看節目 驗證驗證 觀望觀望 再看再看 我再考慮再考慮 我講過這個DIES的粉絲好友群 這是免費的啊 與其看節目驗證 到不如 你就直接 先加入信吉老師的一個 先退個球期式 先加入 信吉老師的DIES粉絲好友嘛 讓信吉老師我在盤中 還有盤後幫你追蹤 好的股票 一路的在盤中任何時候你想 達賣的上衝下襲 你想獲利下車的時候 我相信你要的就是 信吉老師盤中告訴你 我們家族成員持股虛報 請你波段 獲利持股虛報 不要盡力被洗掉 到今年為止 我相信 看到今天的達賣繼續漲停創下 歷史新高 一個月漲七成 大漲七成 你會發覺 如果你是信吉老師的家族成員 你是最開心的 如果你是信吉老師的 賴城粉絲友也是最開心的 好那現在重點來的 當季整個達賣 這一波大漲 飆漲七成之後 我相信個頭中問的是 除了達賣還會不會在飆之外 那更多人想要知道是 老師還有沒有達賣第二 還有沒有達賣的接班人 還有股票可以類似達賣 可以可能在 不要說一個月飆七成 我們稍微 退而求其次一下 稍微講的保守一點點 稍微講的文件一點點 我們不奢求一個月 標七成 類似達賣 一個月標七成 但是可不可以 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比方說大家都知道 到農曆封關前後 大概剩下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那不管 今年以來到現在為止 你有沒有在股票上賺到大錢的人 或者你之前可能曾經在股票上賺到錢 但是可能因為過去的前段時間 你沒有避開瓶蓋股 沒有避開光學股 沒有避開車電股 或是任了一檔股票的一個 大幅度的拉回的一個 那個什麼 中斷整理的沙盤 現在可能現在開始套牢賠錢的投資朋友們 我相信大家 最想要的就是 能不能 在農曆過年前 這兩個月的時間 老師 賣追 真的一檔股票 五成到一倍 讓我們可以反 讓各位投資朋友可以反敗為勝 我相信現在是投資的 大家應該想要的是這個 或者過去這段時間 你跟著信杰老師的腳步 你打賣賺到七成的人 你想不想再乘勝追擊 你想不想說現在到農曆封關前 我講的是到農曆封關前這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我期許 我給我自己的期許 我給我自己信杰老師我設定的目標 不是兩年三年五年十年之後 我要的是可能不能在未來這兩個月 在農曆封關前 不多 一支股票 再讓所有信杰老師的會員 再讓所有信杰老師的 大家的粉絲好友們 再讓所有信杰老師的 忠實觀眾們 忠實觀眾親愛的投資朋友你 能夠 再兩個月左右 再拼一檔股票 第一檔買進不是去做任何追告動作 再拼五成一倍 再拼個五成到一倍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 那這個 未來兩個月左右 再拼五成到一倍 你覺得 有沒有可能 非常是這一檔 我個人認為是機率非常高 個人認為是機率非常高 隱藏版的低價標股 因為股價只有銅板價 十來塊 既然股價只有十來塊 但是明年竟然可以拼賺一個股本 你覺得這張股票接下來會不會狂標 會不會像達賣這樣子 不要說一個月標七成 農曆過年前後 兩個月標個五成到一倍 可不可以 而針對這檔股票 你想上車的投資朋友們 歡迎你 現在就可以跟我們線上 我們保持聯絡 好不好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 謝謝 黃金 債券 基金 投資商品 最新的資訊全部都在最專業的理財節目 只要錢長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資趨勢 請鎖定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節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老师节目的第二阶段 我想在整个过去这一个月来 整个我们不仅避开了大盘者数500多点拉回 也避开了很多电子股的这一波的大幅度 这个回档的一个沙盘 甚至更难能可贵是在低档区 带有家族成员买进的这一档 365的达卖 到今天为止持续涨停创新高 沿路的震荡 你会发觉只有新吉老师 可以带走家族成员 带着所有带此粉丝好友们 暴劳暴劳再暴劳 天天叮离大家 破断单续报 你只要事好停地检掉 一档股票赚七成了 对不对 你干嘛太在意到短线震荡 其实就如果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天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共勉励的 要有赚颇段大钱的霸气跟决心 要赚颇段大钱的霸气跟决心 要给自己一个期许的一个目标 就像我所讲的嘛 两个月左右嘛 再让自己拼个五成到一倍嘛 不要以为不可能 重点是于 你没有跟紧新吉老师的脚步来操作 谁说不可能两个月赚一倍 一个月都有机会 两个月赚五成到一倍 光一个月达卖就有七成的涨幅了嘛 所以看到整个达卖大涨 你说这种立荣店的将近三成 重期的两波22% 这边获利出清 整个中石化这个是几%就不用多讲 当然这边获利调节一般的中石化 现在下来可不可以买回来 中石化可不可以买回来 还有宏运当头这一档我之前跟你讲的股票 也是一路在震荡走高 最近这边做个短线涨度的震荡整理 针对整个中石化跟宏运当头 整个接下来我的看法 接下来基本面跟整个所谓一个后设看法 如果你有宏运当头的或者你对这档股票兴趣的 或者你有中石化的投资朋友们 当然你可以 请你可以参考 可以加入新角色带着粉丝好友们 不管在盘中 或者在今天盘后的一个分析里面 我都有针对这两档股票 宏运当头跟中石化 做个比较详细的追踪 你有的欢迎你可以来参考看看 那现在重点来了 时间剩下最后的短短的这两分钟的时间 我现在大家所关心的 应该仍然还是在这一档 非常有机会 其实我是觉得非常非常有机会 成为达麦的接班人 我认为这档股票应该就是达麦的接班人了 隐藏版的低价标股 只有在同版价 目前股价只有十来块 明年拼赚一个股本 那你回来看 如果股票不是 你看我当时在讲达麦是在从底部上来 我的股票都是从底部 请问是各位亲爱投资者 这档股票是在底部 你光看现行吧 不要说随便盖一档股票 不要说随便我拿一张DM 好像就像其他专家在呼隆你一样 我们就看这档股票现行 所有姓贾老师的家族成员 应该都知道我在买哪一档 因为我已经从上礼拜买到今天 那这档股票今天 收益跟中昌宏也写下整个波段新高了 也写下整个波段新高 而且今天我还在震荡过程当中 带着我家族成员持续做加码的动作 你看是不是一个底部 再来我们看价位 这个价位是不是同板价 老婆这边麻烦帮我放大一下谢谢 是不是同板价 是不是同板价 是不是仍然买得起 仍然有功练 仍然都可以赚得到波段大钱 30万也许你可以买个二三十张 对不对 你50万可以买个四五十张 你100万可以买个九十一百张 你500万可以买个四五百张 对好进又好出 所以就算你是小的投资朋友们 我觉得你不要灰心不要气馁 你都真的都有机会在股票市场反败为胜赚大钱 对那你看外资的持股比例 你看嘛不要说我糊弄你嘛 为什么打底这么久外资一路的再买 一定有原因嘛 因为只有同板价 明年拼赚一个股本嘛 我希望你跟着信价老师要脚步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档股票也许两个月左右 因为到荣曆封关过年 荣曆过年前后 真的有机会从第一档大涨五成到一倍上去 那这档是哪一档 很简单 等到利多见报的时候 也许大概我的信价老师的家族成员 大概涨了 这档股票赚了三成之后 我再来跟一公开答案 所以针对这档股票 请你跟紧信价老师的脚步他说 要么直接加入信价老师会员 不然加入信价老师的粉丝好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五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谢谢 谢谢